7月29日,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白宫声明宣布,肯塔基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,并下令联邦政府提供援助,支持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受风暴、洪水、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影响严重的地区进行恢复及修上工作。 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·贝希尔表示,该州的严重洪水已导致至少15人死亡,预计实际死亡人数将翻一番。 截至29日上午,肯塔基州中部和东部仍处于洪水预警之下,他预计这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肯塔基州最致命的洪水之一。 贝希尔称,该州目前正在积极修复和重建被洪水冲毁的道路、房屋和学校,预计有数百名居民将失去家园。 美国正面临猴豆疫情迅速扩散的考验 据美国CDC的最新数据显示,美国单日新增猴豆确诊病例达1048例,突破了全球单日新增的最高纪录。 美国猴豆确诊病例总数升至4639例,成为全球确诊数最多的国家。 旧金山市长伦敦·布里德7月28日发表声明宣布,旧金山市进入卫生紧急状态。 旧金山公共卫生部已确认该市有260多例猴豆病例,占加州猴豆病例的近三分之一。 纽约州宣布猴豆对公共健康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。 据美国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和两名知情人士透露,CDC在发给各州流行病学专家的一封信中表示, 8月1日开始,猴豆将被列为全国通报疾病,每个州必须在24小时内报告确诊或可能的猴豆病例。 据FOX117月28日报道,洛杉矶警察局的最新数据显示,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,洛杉矶怒怒事件有所增加,而且速度惊人。 据洛杉矶警察局的记录显示,从2022年年初到6月30日,大洛杉矶地区已经有459起怒怒事件报告,比2021年同期增加了近33%。 今年6月,洛杉矶警察局记录了自2010年开始记录以来最多的怒怒事件。 专家们将怒怒症犯罪的上升归咎于对财务、工作安全和家庭问题的极端压力。 记录显示,最具攻击性的司机是19至39岁的男性。 美国汽车协会对此补充说,10个人中有8个人承认自己曾在路上大发雷霆。 欧盟统计局29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,受乌克兰局势影响,欧元区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飙升。 7月,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8.9%,超出市场预期,再创历史新高。 7月,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39.7%,是推升当月通胀的主因。 食品和烟酒价格上涨9.8%,非能源类工业产品价格上涨4.5%,服务价格上涨3.7%。 当月,剔出能源、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核心通胀率为4.0%。 分析人士指出,欧元区通胀率还没有触顶,这使得欧洲央行面临9月再次大幅加息的压力。 中国国家商务部等13个部门7月28日联合发布了《关于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若干措施》的通知, 将在全国开展家电已旧换新活动,推进绿色智能家电下乡,鼓励基本装修交房和家电租赁,拓展消费场景提升消费体验, 优化绿色智能家电供给,实施家电售后服务提升行动,加强废旧家电回收利用,加强基础设施支撑,落实财税金融政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